五官神复制,霍思燕原来生了第二个儿子,手抱着他和恩亨长的撒黑相。 自从参加了爸爸去哪儿舞的新二代恩亨,人气爆发走到哪都话题性满满。 现在还和妈妈霍思燕一起参加亲子节目《妈妈是超人3》,随着开播的日子即将到来,节目组28日曝光了一组预告剧照,发现霍思燕除了带着恩亨外,受伤还抱了一个小婴儿。 五官,表情几乎与恩亨一模一样,引起网友疯猜小婴儿就是恩亨的妹妹或弟弟,意外掀起一阵热议。 照片中,霍思燕坐在沙发上,受伤抱着一个小婴儿,对,这镜头露齿灿笑,只见该小宝宝身穿黑白条纹长裤,搭配类似西装设计的长袖T恤,呆呆地望着镜头。 恩亨则是穿着黄色长袖运动服,坐在地上,眼神似乎还带着点委屈,哀怨地看着镜头,与妈妈形成极大的反差。 有不少眼尖网友发现,宝宝的五官似乎与恩亨有几分相似,尤其是一双内双圆眼更是几乎密母一样。 但是节目组,并未透露该小宝宝的身份,仅表示,确认过眼神和五官,是真的,小恩亨。 不少人揣测,该小宝宝就是恩亨的妹妹或弟弟,哎呦喂,这也太像了吧,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哎呦喂,但也有部分网友指出,该宝宝可能是恩亨的堂兄弟姐妹,意外引起不少热力,甚至小恩亨还一度被推上微博热搜排行榜冠冠军。 事实上,霍斯燕曾在2016年4月1日于人节,曾上传一张肚子凸起的照片,写道,哎呦喂。 而恩亨过去在参加爸爸去哪时,曾脱口,等我回去,妹妹就长大了。 这也让网友更为坚信恩亨真的有个妹妹,自此之后,霍斯燕怀有二宝的传闻不断,但夫妻俩从未证实过,但是网路上却曾封转恩亨与霍斯燕一起现身菜市场。 当时她的身边,有一名坐在婴儿车中的女娃,大家也纷纷指出该小宝宝的五官姬四恩亨,再次引起不少人揣测,女婴就是霍斯燕和杜江的二胎宝宝,但消息均未被证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